各位同学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一下cant的用法 不知道各位同学有没有学过呢? cant和cant分别是为什么和怎么用呢? cant的意思是可以 cant的意思是不可以 有同学会问 如果我不用cant,我用cant可以吗? 当然没有问题 cant和cant都可以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例子 she or he can't swim 他可以游泳 he can't swim 他不懂游泳 留意到一样东西 cant或cant都好 后面的动词 我们是不需要转任何时态 例如加s 转past tense 或者加ing 这些全部都不需要 好,给30秒大家看看下方的绿题 看看你们懂不懂做 慢慢试试 好,中了10秒 好,中了10秒 好,我们一起看看答案 第一条例子 你看到个男孩震在泳池边 即是代表他不懂游泳 he can't swim 第二题 你看到女孩画画画画画画得很漂亮 画得像真的一样 所以答案是 cant 可以的 第三条 男嘉ang就是看着风雪糕 快终上完整 新驰 包括 他不懂 所以答案会用cant 最后一条,留意到女孩懂得跳水 所以答案都会用cant 记得再次提醒cant或cant的后面动词 是不需要转任何东西的 你学会了吗? 做对的同学恭喜! 如果做错了都不要紧 可以随时做多些练习 学会如何用cant或cant